一因为我很酷,朋友圈少显得比较高冷,二习惯了定期删朋友圈,说不出为什么,三没,点,赞,没,评,论,啊,四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删,那种感觉就类似于生气摔东西吧,无反正,没有人会特地翻我朋友圈,所以没必要留着。 六三朋友圈,只不过觉得以前说的话观点,时下的承诺都是太年轻,简直就是傻逼,都会失眠记,这可能就是成长吧,所谓的成长只不过从一种傻逼变为另一种傻逼,七三朋友圈是因为最想给看的人根本就没有看,八强破阵患者,喜欢每日一条,一拍下来看着好爽,多出的一条好爱。 九五金长山朋友圈不是什么强迫症,而是留下来的是我想给你看的那一面,时原本是想特地发给某人看,后来才发现是多此一举,十一人在崩溃的情况下,总是会觉得过去的自己好无聊好恶心,十二这一秒清醒的自己,讨厌上一秒矫情的自己,十三没人特意翻我朋友圈,所以没必要留着。 十四,结束一段感情,准备开始一段新的感情,会失眠记,十五我就是这么任性,想删就删,十七没删,只是锁起来而已,十八就只是那一刻想发朋友圈,过后不想了也觉得那条朋友圈,没什么意义,所以就删了。 十九,因为它已经成了过去式,二十七是山与不山,根本没人在乎,只有自己被一霸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